检連持續調查 經華城案貪污金流 其中在押被告前 鼎月開發董事長朱雅虎 五度被提訊 雙手上靠步入地檢 身為沈慶晶心腹的他 認了行賄 检方繼續緊咬著朱雅虎供詞 想追出關鍵證據 旁副對引壓廷有信心嗎 不過同案被告 彭正勝 沈慶晶和應小薇 仍被法官認定有串證可能 而且相關的對價金流 都還得釐清 相繼遭裁定延壓 外界揣測恐先骨牌效益 柯文哲很可能因此再被關兩個月 因為朱雅虎這邊是認罪 那相關的金流都還在探討 跟研究當中 柯文哲如果出來的話 也會影響到滅政 或是串政的情況下 所以柯文哲被延壓 機會是非常高的 不過柯文哲 11月4號羈押期將滿 但法院安排 31號下午2點開延壓庭 恐怕會碰上康瑞台風絞局 若是北市府決定停班停課 北院表示已經有預留停期 不論延後或是提早開庭 都會在羈押期滿前做出裁定 但在開庭前 柯文哲的委任王牌律師鄭聲援 傳出在社群直接批評 檢調的辦案進度 直言北檢不如逃檢 引發熱議 加上民眾黨29號發布民調 包括司法公正性 檢察官是否選擇性辦案 司法是否公正判決等內容 似乎都衝著檢調單位而來 連政署30號在約談相關證人及被告 批評辦腳步不停歇 就看柯文哲如何接招 三宣的大衛誠誠突泰報導